好 陈时中才说 他欢迎慈悸捐疫苗都来不及了 慈悸对社会有积极的贡献 不料今天接受专访的时候 面对周玉寇当面骂慈悸 他一句感谢的话也没帮慈悸说 只替自己觉得很心冷 还自认很宽大 说对慈悸的说法 他不是每件事情都斤斤计较 问题是疫苗采购是人命关天 去年疫苗不够是事实 有800多名国人不幸丧命也是事实 他觉得被质疑阻挡BNT很心寒 他有想过受害者家属有多心碎吗 他说不想斤斤计较 他有问过民众可以不计较 他把疫苗采购合约裂命30年吗 凯翔怎么看 我觉得陈中最近的表现 看起来有点像是被慈悸 这突兀起来的一棒打到昏头了 他有点语无伦次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是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已经战慈悸战了三四天了 其实应该要厘经一下 现在府院党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在打迷糊仗 怎么说呢 行政院然后跟总统府最新的声明 他其实都 他在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谈 什么意思呢 就是行政院跟总统府 他其实提到了一个是 我们在2020年 就是疫情爆发的第一年的年尾 到第二年的年初 就2020的12月到2021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确实曾经有过 这个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 想要直接找德国BMT的原厂 买这个买BMT疫苗 但是后来第一时间去探寻 就发现说请你去找上海复兴医药 这是他的总代理 结果上海复兴医药这件事情 就是东洋的问东洋 结果因此被打枪的原因 结果吴姓立委 就是吴炳锐 不要装模作样 吴炳锐带着香港的代理商 雅各成去找了指挥中心 于是指挥中心就另辟蹊径 想要绕过人家合法的代理商 去找香港的代理商 但香港的代理商不能卖给台湾货 于是转转还是回到上海复兴医药 于是上海复兴医药就说 不可以这样子卖 不可以这样子卖 然后一定要透过我们代理 因为大中华区在台湾这个地方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是要找上海复兴医药的 而这就是行政院现在在讲的说 我们哪有不买 我们哪有不买 我们要买 苏政商都已经核定了 怎么会不买 这是这件事情 但慈济早先跳出来讲的 是在2021年的五月份开始的那一波 那是在疫情已经爆发了之后 爆发了之后 那时候全民都陷入一个疫苗荒当中 我们被设定都要打高端疫苗 然后但是高端也还没有真的生产出来 当然生产出来我也是不打的 但他还没有生产出来 那时候怎么办 是郭台铭率先跳出来 包括台积电 再包括慈济跳出来 那陈时中现在一直说他没有打 那请问是谁讲说什么 这个按照程序来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原厂授权书给我拿出来 还有说我们这个比照专案办理 还有说台积电跟这个红海鲜买 这个态度人买 我们很困扰 这都谁讲的 所以他现在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讲了 他其实就是要 不要拿这个2020年的事情 来回答2021年中疫情爆发的事情 所以民众在关注这件议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给分清楚 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在此时此刻 我最好奇的议题就是 严博文执行长或慈济 为什么在此时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那一个原因当然是 人家是在慈济人自己内部的年会 对着自己人 然后去讲到这一段 侃侃而谈的心路历程 所以他会引起这么大的政治纷扰 不能说是慈济操作 慈济也不跟你玩政治 只能说一句话 就是民进党从来没有对全民交代过 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2021年会发生这么荒谬的事情 为什么一个一直喊超前部署的政府 却不买疫苗 他没有解释过 没有解释过 所以我只能说2021年的时候 然后发生这件事情 你从来不解释 你那时候仗着自己 好像网军很强势 然后声望还很高 从来不对民众讲实话 只是到了现在选举前夕了 这件事情只要一点心心之火 就会让民众燎原 为什么大家都想跟你算账 你没有交代过 八个字形容 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对不起 16个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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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